各位 中国解放军现在这个态度是真杠 硬啊 棒硬棒硬的呀 在这个香港里拉峰会上 中国解放军的将领 因为泽连斯基不是去要饭去了吗 其实美国让他去那个咬人去了啊 泽连斯基在这个峰会上大骂中国 说这个中国不参加什么和平峰会啊 帮着俄罗斯啊之类的 解放军的将领一点都不惯着他 你看解放军的将领直接就怼啊 回的很难听啊 各位 好吧 咱们先看看一个事啊 有粉丝给我发来的消息 说浩哥 在这个推特上 这些独卢运们挂着这个乌克兰国旗的这些偏执性的精神病的傻缺们 都在传 说听说俄罗斯退出顿巴斯的消息得到了确认 说准备退出顿巴斯 扎波罗热 克里米亚 非军事化 俄罗斯退出 大概率的交友 联合国托管 双方金融谈判 赔偿是重点 也得到确认 俄用20年的石油天然气作为赔偿 总额8000亿美金 以便照顾普京的脸面 使其体面下台 这场战争快结束了 他改变了世界的走向 世界的新秩序 新规则即将建立 乌克兰人民帮助了亚洲 欧洲建立新格局 乌克兰人民捍卫了人类的文明 捍卫了正义 他就说这些挂着乌克兰国旗的这些人 通稿都在传这个事 这个是真的假的 那显然是假的嘛 普京怎么可能啊 怎么可能把克里米亚交出来 把占据的四个州交出来 那么扯淡的嘛 普京凭什么交出来 普京现在节节正在胜利呢 这都是那些偏执性的精神病 开局一张图 连图都没有 写一段话 拍个照片就开始造谣 他们脑袋当中啊 说实在的 他们的那种那个所谓的多巴胺分泌的机制啊 全靠这种最低劣的谣言之称 要不我说嘛 读着运都是脑残 都是精神病 假的显然是啊 嗯 在这个香格里拉的峰会上 中美的交锋非常的激烈 中国的解放军的军官啊 问这个奥斯丁 中国的将军曹延忠以北约东阔导致乌克兰危机啊 这个问题 问美国是否想建立亚洲版的北约 这个奥斯丁是这么回答的啊 奥斯丁的回答大伙先看看吧 哎哟 还有这么多捧臭脚的呢 一句话就有好多在那儿鼓掌的呢 哎哟 你看那些美国的狗吧 Ukraine crisis obviously was caused because Mr.Putin made a decision to unlawfully invade his neighbor who had an inferior military at that point in time he assumed that he could very quickly roll over his neighbor and annex the country that was two plus years ago he has not achieved any of his strategic objectives to this point 这小黑小子 你这玩意你不说实话呀 普京没有实现任何的战略目标吗 乌克兰的国土都丢了接近20%多了吧 而且人家普京现在哈尔科夫都快打下来了 哎呀 美国的政客满嘴呀 没有一句实话呀 各位 那中国的将军 你看看他们的态度 美国人自己都说 温元在口 大棒在手 美常常以伙伴关系为小利 又拉地区国家成为美国的代理人 进而诱骗其挡枪买单 不管是西贡时刻还是喀布尔大溃退 众多美小伙伴纷纷人为受害过 美方这种为我为利的本性暴露无疑 这让我想起已故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先生的一句名言 做美国的敌人是危险的 但是做美国的盟友这是致命的 中国这将军啊 现在是打人砖打脸 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是不是 哎呀 这个砖接美国的短 你看到没有 这态度够杠的啊 我们不允许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损害亚太 不允许把地缘冲突冷战热战引入亚太 不允许任何国家任何势力在这里生战生乱 司机 司机跑到那个那去要饭去了 咬人去了啊 这个司机是这么说的 说北京正在帮助莫斯科威胁食品和燃料价格较高的国家 说服他们不要参加6月15号到6月16号的会议 啊 呃 泽连斯基说中国无权召集乌克兰战争和平峰会 看见没有 这就是破口大骂呀 中国威胁世界了 破口大骂 这当美国的狗呗呗 替美国去那个狂吠去了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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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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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这个司机啊 日子也有点问题啊 中国和俄罗斯谁是大哥谁是小弟 你现在都搞不清楚 就你这个脑子 你只能是替美国汪汪两生啊 没别的价值啊 还要俄罗斯把中国当工具 各位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呀 现在好像整个世界 都是中国的棋子啊 中国才是那个直棋者呀 我越来越有这种感觉了 这司机脑子坏了坏了 这中国的这解放军将领 一点都不惯着这货呀 会不会撒撒说 要跟他有会面吗还是什么的 我想奉劝这件事 要考虑 乌克兰人民的生命的价值 他在为什么而战 要搞清楚 美国总统拜登说过一句话 让我感到很恐怖 他说他会支持乌克兰 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 如果是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 乌克兰人民在为什么而战斗 你人都没有了 他不是战斗到最后一个美国人来支持乌克兰 他是给乌克兰卖弹药 支持乌克兰人打仗 最后打到哪怕最后一个人他在卖弹药 这是很恐怖的一种言论 斯林斯基应该 仔细想一想这句话 对乌克兰意味着什么 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对欧洲意味着什么 我刚啊 那解放军将领言下之意 就是说 司机别跟这儿狂叫唤了 你要是愿意的话 那你们乌克兰就死绝吧 跟我中国有个毛蛋关系啊 点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聊 您的多短言 刚啊 吧 这啦